台东县政府积极的争取经费 以及中央消防署的支持之下 第一次在台东县内举办了高级救护技术员的训练 31号办理了开训典礼 县长饶庆林表示 高救队是医疗的延伸 期盼参训的学员能够顺利的结线 未来也会预计规划再成立2到3支高救队 来守护台东县民的生命安全 台东消防局长正向县长以及消防署主任秘书进行简报 介绍目前台东高救队的相关配置以及成果 高救队是医疗的延伸 台东目前县内已有8支的高救队伍 但对于幅员辽阔的台东来说能是远远不足 在县府积极争取之下获得中央消防署的支持 首次在台东县内主办高级救护技术员的训练课程 31日特地在消防局的礼堂举行开训典礼 县长劳庆林也亲自到场为30名的学员加油勉励 同时县长也希望参训的学员能够全体欧帕 未来能够在台东再成立2至3支的高救队 守护县民的生命安全 其实科技都要约进步 然后大家最记得的一句话是叫 科技始终来自于人性 但是我一直觉得科技其实应该是要提高我们的生活品质 但在台东科技其实可以提高台东人的平均余力 特别是当你们出任务的时候 就是希望赶快把他们的寿命怎么样继续延长 而且是有生活品质的延长 在卫生局我们做的是前端的预防 但在消防局这边做的 我们是希望能够救回他们的生命 所以这个的各位的困难度是更高 困难度是更高 那我们在这边全面的帮忙 那当然我们非常感谢中央的支持 给我们的支持 没有中央的支持不可能完成今天的任务 但是各位最重要的还是大家的意愿 你们愿意站出来 把自己投身在这么重要这么神圣的任务当中 那你们的学长学姐 还有我们各位医师的付出 我们的金钱的投入 才真正的成为一个完整的园 本次参训的30位消防同仁 将历经9个月的训练后进行相关的检测 在顺利通过后将大幅提升台东高救的能量 成为台东高级救护发展的主要骨干 而县府也将自今年起逐年增补近100名的消防能力 期盼能够达成全面高救的目标 持续守护泄民的生命安全 记者陈静玲台东市报导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